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早上再找一次 再找什么呢 我用雅虎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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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么呢 假设我找一个叫做工作的 做后面一个工作满意度 好 我用这样找 你看喔 这有很多 假设我用保姆的满意度去找 他看看人家做的保姆满意度里面 那个满意度 到底工作满意度有哪一些内容 我找一些东西出来 那我找 我把我抓到了给你们看一下 一样就是刚刚那个台北县工作满意度 你看喔 这些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我只要往下看喔 继续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他不是含有 主顾关系吗 薪资报仇 自我价值 成就感跟社会地位 就是这几个 那也许是 他用这种方式看保姆 你有你的想法 科技业的工作满意度 可能是还有别的东西 你可以多找一些你就列出来了 好 如果是这种概念 这个题目我们来解一次 大概就差不多了 来 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给你看 我A里面呢 其实A是假设我这样写 我把它的研究架构图就变成 A是公时 然后呢 福利 福利 再来呢 是 权益可能不用 加几 假设我写加几 再来呢 本缝 这个呢 叫做A 这一块叫做A 这一块叫做A 然后这个 我们在上面写一个名称叫做什么 叫做心之 好 第二个呢 假设我们第二个呢 一边向里面第二个 我们写叫做什么 我们刚刚讲叫做工作的态度 态度 这是一块 态度里面有什么 有这个 承诺 不要来三天它跑掉了 工作的投入 工作的效率 还有什么 然后呢 还有什么 没了 好 再来呢 第三个 我们称为 就是这三个 这个叫做 态度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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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什么 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然后心之部分 我们就不要了 心之就不要再列出来 因为心之已经单独列出来了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 我们有一个叫做 主顾关系 主顾的关系 再来呢 自我价值 再来呢 是叫做 成就感 工作的成就感 再来是社会的地位 假设这几种 那我们把这几种呢 用一个 关联性把它连起来 这就是很好的架构图了 这样懂吗 花很多时间把 把这个 告诉你们 重点就是 这是真的是我们 基础 要做专题制作的基础 那 刚刚我们还特别提到 自变相 跟 依变相的关系 那我要请问一下 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假设以这一题 科技人员 科技人员他们的 薪资态度跟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 架构 架构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真的要再去探讨 自变相跟一变相 哪一个是自变相 哪一个是一变相 还是都可以变一变相 都可以自变相 我们来问一下同学 赞成 这三个都可以互为 一变相跟自变相的举手 他们三个 互为 自变相跟一变相 请举手 自变相 自变相是 我影响别人的 叫自变相 被影响的 叫做一变相 薪资会影响态度吗 会不会 态度会不会影响薪资 也会嘛 你态度不好 薪资给你扣下来 对不对 然后呢 薪资跟满意度 有没有互相影响 也是嘛 满意度跟工作态度 也是互相影响 所以他们三个呢 都是自变相 也都可以一变相 当然我也可以改成为说 看你的研究的方向目标 我也可以改成说 自变相是另外 我取一个自变相 让这个当做一变相在跑 那怎么做呢 譬如说 科技人员的自变相 人口变相有什么 科技人员的人口变相有什么 素贤姐 年龄 还有呢 收入 家庭背景 燃烧城 可能还有哪一些 性别 还有呢 基督地 基督地 我如果 我如果说 以这个题目来看 这个题目 记得吧 这个题目记得吧 也许我现在这样讲会深了一点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你们知道 深了一点点 我刚刚讲人口变相很简单 就是刚刚讲通通都对 可是呢 对这个题目 科技业员工的薪资工作态度 跟工作满意度来讲呢 他有一点烧 没有烧到养畜 懂意思吗 什么叫没有烧到养畜呢 我们谈的是科技人员 我不在乎他的年龄 不在乎他的性别 反而我在乎是 科技产业有哪一些 3C产业 还有呢 科技嘛 科技产业嘛 你要看喔 科技产业有 绿能产业 有很多不同产业 如果我把产业别当作重要的自变相 那才是真正我要的东西 这样懂意思吗 我才不在乎年龄耶 我才不在乎你性别耶 我在乎的是 你是那个宏达店的吗 还是说你是光虹的啦 你还是哪一家的 不同产业别 所以我会把 真正要自变相的话 我把产业别 当作很重要的自变相 我把什么呢 是否 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否上市 股市 对不对 是不是上 股份上市公司啊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 不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懂吗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 这边当作一变相喔 这边当作一变相喔 这当作自变相 我自变相就列一个框框 列一个框框 这是自变相 然后呢 我可以同样了解 了解他的关系 了解他的关系 跟了解他的关系 就稍微复杂一点 当然这是硕士班的程度啦 我把你们当作硕士班的程度看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如果真正把自变相放进去 科技产业的员工 产业别 不同产业别的员工 是否上市 那个公司是否上市的员工 有什么差别 在满意度 在薪资 在态度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差别 那这个题目就更有趣咯 对不对 好 我先到这里 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听得懂吗 可以听得懂吗 可以吧 如果 如果你们下学期 三年级选的专题制作 能够到这种程度 那就很后面就比较容易收 我在讲喔 专题制作 我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在上专题制作的课 同学呢 我绝对让他不回头 我的概念就是 我一定让他们不回头 什么叫不回头 做了半天 这一年快要毕业了 四上快要结束 老师说不行 这个不能用 从来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绝对不回头 计划书没有弄好 不要再往下做 做好以后 后面都没有用 确定以后 题目没有确定 计划没有弄好 那你后面不要做 等到你题目弄好 目的差不多修正好 才来做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 做好 再做下一个阶段 开始设计问卷 找对象 然后再往下一个阶段 我不要到最后 收集了半天 通通做差不多 不能用 那就是叫做回头 回头路 不走回头路 那什么叫不回头 这里 如果你有这种概念 你就可以 不会说走回头路 好 今天重点 在这里 所以我举了例子之后 我把几个 譬如说第一个 我要用一个架构图出来 第二个架构图 第三个可以架构图 第四个可以架构图 我已经把它写了两个给你们看了 最后只有一个没有讲的 哪一个没讲呢 这个没讲 这里面只有一个我没讲 第四个 一二五 它的图都是这样呈现的 第四个你可以这样呈现 如果你要这样呈现的话 是什么呈现法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把图一改 你就知道它呈现是什么 这变相 如果我这变相变成 商业类群 对不对 商业类群 如果我要分成 财务的 人资的 或者 资讯的 商管 好 也许怎么分类 你可以用细分呢 用细 你可以用工作别分 这叫自变相 然后它的一变相是什么 好了 插掉好了 它的一变相呢 它的一变相是只有一个叫做科技素养 认知是一个程度 所以科技素养呢 我要分成 譬如说科技素养可以用三大类来分 科技素养就是知识能力 或者我可以加上一个叫做什么呢 行动 通常知识思养会用知识 然后行动 能力 来分 那这里面呢 到底哪一种人 他的科技素养的知识是如何一个程度 然后行动是如何 他的能力是如何 就这样子啊 那我可以变成 如果我要变不同 不同系的商管学群的学生 在知识上有什么差别 不同系的商管学生在行动上有什么差别 在能力上有什么差别 那我首先要找的是什么 科技素养代表什么叫做科技素养 我找一篇 我随便找一篇看看 我有找过的给你们看 科技素养的部分 我没有抓出来 如果没有关系 没有抓出来的话 我们随便抓一个看看好了 假设你能够拿到这个 叫做科技素养 我就 你就可以去 这要买的啦 这个量表是要买的 这不容易啦 要买的嘛 那我们看看特殊学生好了 特殊学生的科技素养 一般学生的科技素养 是不同的喔 是不一样的喔 那这里有一篇 是谈到特殊学生的科技素养 大概会有哪一些 我们来看看 知识 思考 行动 跟能力 三个相度 这三个 代表什么东西 内容大概都有了 是这种概念 所以像我 我如果资讯素养 如果是资讯素养 大概三大块 如果现在我想说 资讯素养 资讯知道吧 资讯素养大概在哪里 是 收集 应用 或者说 儲存 然后呢 应用 再来分析 大概是这几类 是科技素养的东西 每一个学者专注点不大一样 可是呢 大概都在这范围里面 这就是我们讲科技素养 我们要测验的哦 要测验它的分数是多少 程度是如何 好不好 好 那 后面同学哦 把 那个 考卷要收回 Son 的人 您 本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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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